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二万语网,就爱学万语 我是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这一节课呢,将是我们第十课最后一个模块的学习 那么也就是所剩的这个语音规则或者说语法规则 那么我们这节课所要讲的语音规则呢 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关于介词,两个介词,阿来和依来 阿来表示在什么什么上面,依来又表示去哪哪哪里 于数格结尾人称代词,连续识到读法,也就是连起来的读法 好,那么这个部分呢,我想在一开始 在剧情和对话当中,讲解过程当中 我也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渗透 那么在这里呢,就从这个语音规则的角度为大家进行细细的讲解 这个前面所讲到的,为什么变成了阿雷亦,而不是阿雷乎,也就是这里面要讲的内容 那么对于这两个方位介词,后面加上了一个数格的结尾人称代词的时候 联系时候,部分的数格人称代词会有一定的变化 那么,它的首先第一个变化就是这个介词本身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看下面这个 首先这个介词阿雷,它本身是有两个部分 阿,是吧,和雷,和一个不发音的一个耶组成了 那么,当它后面加上这个数格结尾的这个代词的时候 它的这个发音也发生了变化 大家注意,变化的地方呢,就是后面这个不发音的耶 那么,本身它不发音,直接读成阿雷,伊莱,对吧 那么,当它后面要接这个数格结尾人称代词的时候 它这不发音的耶,就赋予了一个读静音的资格 也就是说,这个阿雷,变成了阿雷 而这个伊莱,变成了伊雷 大家看这里的一个变化 那么,所以呢 看下面这个,这个阿雷加上哈就变成了阿雷哈 伊莱就变成伊雷哈 在下面,阿雷加上空就变成阿雷空 伊莱就变成伊雷空 伊子类推,就变成这个阿雷呢 和,最后方的这个也是比较特殊叫阿雷耶 那么,这里面我着重需要为大家讲解的呢 这个叫什么,这个由不发音的耶变成了带禁符的这个耶呢 并不是重点 而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我们看一下 当这个介词阿雷和伊莱后方要加的是一个 鼠格结尾人称代词的时候 而且这个鼠格结尾人称代词是 第三人称单数 啊,阳性 呼的时候 这个不单单这个介词本身 他的读音发生了变化 还有他的书写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第三人称阳性的单数 呼也发生了变化 只是前面我告诉大家 不是我打错了 而是让大家暂时记忆的这个部分 哎,大家一定会有印象的 那么,他的变化规则就是 在阿雷和伊莱的后方 他由原来的和口符号 变成了旗齿符号 读音就变成了 阿雷亦和伊雷亦 啊,这个规则 那么,另外一个 对于接第一人称 鼠格结尾人称代词的时候 单数的第一人称 那么,我们原本会觉得说 阿雷直接加上一个耶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这个阿雷和伊莱 后面加鼠格结尾人称代词 原本不发音的耶 要赋予一个敬服的耶 那么,在此之上 加它的后面 我又加上一个开口音的耶 那么一个敬服 加上一个动服 共同它其实构成了 就是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叠音符 啊,就是一个敬服 加上这个一个动服 就是叠音符号 那么,在书写的时候 我们自然没必要过于繁复 直接把它们二者合一 就变成这里的 阿雷和伊莱 就比方说给我 或者说到我这里来 这样的意思 好,那么这一块的语言规则 就是这么一个小点 需要大家注意的 那么,看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 主要它的变化在哪呢 哎,刚刚呢 我只提到了说是第三人称 阳性单数的时候乎,对吧 那下面大家再来看一下 不单说只有一个乎会变化 而是说一组都要变 也就是说是以乎作为开头的 属格皆为人称代词 啊,比如说第三人称 阳性单数的乎,他,男的他 和第二人称,啊 第三人称,无论阴阳性的 啊,就无论是男女的 表示双属概念的 他们俩 啊,以及表示 复数的第三人称阳性的 他们, whom 以及啊,第三人称 复数的,阴性的 表示他们 这些词,这四个 属格皆文称代词 当他们的前面 大家注意这里 前面是标齐齿符 也就是一 或者是进符的时候 读音要求原来的合口符 变成了齐齿符号 那么大家回顾一下这里 那就也是说 不单单这个 后面这个 这个呼啊 他只是在这个 阿来和依赖的后方 会变成齐齿符 也就是说 在他这个 这个符号的 这个字母的前方 啊,出现了一个 净符或者齐齿符号的时候 因为这里面 阿来和依赖 加了蜀格皆文称代词 这里变成了 进符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孤自然就变成了 一 由合口变成了齐齿 所以 这个只是 叫 这个 蜀格皆文称代词 这四个 皆文称代词的 一种情况 相比其他的情况 他也要变化 那么我们看下边 这几个例子 那比如说 这个B 它本身也有着 有着去哪哪里 但本身 它也是一个 表示借词 方位的概念的一种 借词概念的词 那么 我后面如果 加上一个 呼的时候 那么他 因为这个 这个是 符合前面说 齐齿符号 所以他也要变成 Bhe 大家看到 Bhe 然后 如果说 这前面是进符 就是阿来 就阿来 Hee 第三个 Fee 也是齐齿符号 时候 也要变成 Fee 这个 前面是七十符号 就是 Kita Bhe 接着后面 这个Fee 这后面 Hakibati 前面也是七十符号 所以变成 Hee 大家注意 这是Hu 接下来 我们再看 Humma Humma 也是一样的 Bhe Alay Humma Fee Humma Kitab Humma Fee Mak Tab Humma 这里 是一模一样的 再往下看这里 Bhe 表示第三人称 附属概念 他们的时候 男性的 他们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的 Alay Hum Fee Hum Kita Bhe Hum Fee Hudrat Hum 最后 数格的 接下来 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 表示附属概念的 音性的 他们 Bhe Humma Alay Humma Fee Humma Kita Bhe Humma Fee Gurfa Humma 那么他这个 遵循的规律 就是上面所讲的 这个 他的语音 就发生了 这样的变化 那么 所以这里边 大家可以简单来记 在这数个 基本上 代识有四个 四个呢 只要是以乎 作为开头的 那么 就是他这个词 这个词的前面 就接这个 代识的前方 这个词 最后一个字母 如果说是 他的符号 是七尺的 要么就是禁符的 这两种的时候 他的发音 就由河口 变成七尺了 A 只有这一点 我们需要讲解的 那么 这一课呢 它的这个语法呢 并没有涉及到 那么只有这一个 小小的点 那么大家 就可以结合 课后的练习题 然后多进行练习 阅读一下 这块就可以了 那么 我们第十课呢 就讲解完毕了 那么希望大家 课下呢 能结合这四个部模块 然后呢 多加经营 然后多加训练 那我们下节课 就讲解新的一课 好 那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呢 我们下节词 优优优独播放